近期《遵理學校》於社交平台上發布不同主題的圖片和短片 吐氣了不少80後、90後的集體回憶 連帶大家都關心《遵理學校》背後的製作團隊 以及創辦人之一梁賀琦的故事 大家都知《遵理學校》在補習界的成就 但原來她本身都沒想過投身教育界 其實小時候沒想過要教書 因為我爸爸是做建築業的 而且她也是一個小商人 會接工程回來做 我小時候也會跟她和叔叔或哥哥去地盤 所以我小時候想要做建築 而且縱使沒有做建築 可能因為那是男人的世界 可能會做身外設計等等 因為我自己對這方面也有興趣 其後因為家境不好 加上父親幻想抹其眼睛 總體整個大學時期都兼職教書 而賺取學費和幫補加計 從中更發現了教書的樂趣 我發覺教書之後慢慢會上癮 而且成功感是很大的 當時有傳門有一間師校 去到之後發現那班只有兩個人上課 但我的點名字有七十多個人 為什麼只有兩個人上課 他們說是呀 因為那個老師教得很悶 而且不明白她說什麼 所以我見到兩個學生 覺得很可憐 他們說我打算回來的時候也是自修 於是努力一點教好一點 原來口碑傳得很快 我教了大約一個多兩個月之後 那班那七十多人都回來了 成功感到很大 由教書到開補習社 專認為自由市場入面 學生有教育的選擇權 希望以不同的方式增加學習趣味 近來遵理學校的共鳴圖 和短片大受歡迎 究竟最初為什麼有這些構思呢 我們就會將一些教材 或者某一些部分 我們會放上網上給學生去看 但令到我們失望的是什麼呢 就是往往放上去他們就不看 集思廣益 年輕人一起開會 我們就說不行的 現在是要引導她有一個習慣 即是經常上你的Fan Page那裡 然後她才會發掘其他東西 於是我們就去不單是拍片 其實有很多的Emoji 一些漫畫式的話題 有時輕微有些是用來抽水的 引他們多些上去 從事教育工作多年 Junior有什麼提示 送給現在的大學畢業生呢 以前我們的年代的而且確 你有了大學學位 就可以脫貧了 坦白說真的可以 但是今時今日呢 你有了的大學學位 就是有一個基本的入場卷 那現在我就會見得到 有兩極的 我會見到 聰明的學生 的畢業生是很多 但同樣地 也很多 你讀大學的時候 未必一定這麼清楚知道 自己的interest在哪裏 但是當你畢業之後 你找工作 不是要叫你們 任性 而是說 開始你要追尋自己 你要揣摩 看看你自己喜歡做什麼位 做什麼工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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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